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美妈养成器之胎脚安鸡 胎脚安鸡让您的宝宝更聪明 那么孕妇要时刻牢记胎儿的存在 并且经常与他们对话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行为 那么说些什么呢 我相信很多孕妈妈们都会问 那么你可以告诉胎儿一天的生活 从早晨醒来到晚上睡觉 你都可以来和你的胎儿说话 说些什么呢 说些自己的感想 想了什么呢 这些都可以说给胎儿听 早上起来之后呢 可以先向胎儿描述天气情况 是阳光照满大地 还是风雨飘扬 是白雪哀哀 还是春光明媚 秋高气爽 甚至温度的高低 都可以来说给我们的胎儿来听 那么去洗脸间的时候 也可以描述那里的一切 我们的爸爸为什么会刮胡子呢 妈妈为什么会化妆呢 肥皂为什么会有泡泡 吹风机为什么能把头发吹干 这么一个小小的洗脸间 都能让你有说不完的话题 那么我们也可以将穿衣打扮 来告诉自己的胎儿 今天我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 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布料来做出来的 那么接着呢 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的视觉变化 也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来传递给我们的胎儿 那么把头脑中的想象和实际情况 都用语言来表达出来 在把思考来转破变为语言的过程当中 您的思维和印象都会变得更加的鲜明 胎儿也会拙见的来接受这些信息 打扫房间洗衣服 做饭买东西 去医院去银行 或者是织毛衣 看电视 洗澡等等 这些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向胎儿来说 这是胎教中最重要和最基础 最不可突示的一个环节 您的这些行为都会对胎儿的大脑带来有效的刺激 绝不能把给胎儿讲话看作是负担而懒得做 而是通过和胎儿一起来感受我们平时的生活 爱思考和行动这一天的生活 都可以使母子间的纽带更为牢固 并且可以培养胎儿和母亲的信赖感 而且还有外界的一个感受力和思考力 所以胎教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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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